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 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 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属于最近蛮火热的一个领域 也就是化学领域 但是片长的关系 我们将把这个系列分为几支影片来完成 那么今天小片我将会继续来探讨 马来西亚化学领域的龙头公司 LC Titan 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点赞 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 好让YouTube的远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圆 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 那么上一支影片我们已经详细的解释了 LC Titan 的业务和产品 想要更加了解的朋友们 可以回到上支影片观看哦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 我们将会来继续讲解LC Titan 的业绩 财务报表和影响他们的市场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 那么这个季度可谓是LC Titan 自2017 年上市以来盈利最高的一个季度 收入从上个季度的1.9M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2.4M 一共上升了0.5M 也就是26% 盈利方面更是从151.2M 上升到了440M 一共增加了289M 差不多翻了3倍之多 而盈利率则是从上个季度的7.9% 上升到了18.6%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在疫情还未复苏的情况下 业绩却如此亮眼呢? 接下来小编就来为大家解剖背后的原因 那么回到来 第一个原因就是LC Titan 的生产量 已经逐渐的从疫情复苏 甚至回到了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疫情前他们一个季度的生产量 大约是700-800吨 而因为疫情的打击 生产量下降至500吨 然后如今回升到疫情前的700多吨 所以这无疑让他们有更多的产品 来生产更多的收入 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平均价提升 然后原材料价格下滑 主要原因小编我已经在之前的影片讲解过了 那么至于其他关于他们产品原材料的分析和价格 小编我就先卖个关子 稍后再为大家解析 而这也就导致了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率暴涨 我们也能从他们的income statement 上看到这一点 因为同比去年的同个季度 LC Titan 的收入上升了62% 但是成本只提升了10% 那么LC Titan 这家化学巨头的财务报表又如何呢? 首先在这个季度他们是没有银行贷款的 而且现金高达1.5B 可谓是现金满满的公司 而且总债务Liability 也只有1.86B 跟他们的总现金只有0.36B的差距 由此见得他们强劲的报表表现 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季度公司是否有做出扩张的行动 从他们的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也就是运营资产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季度LC Titan 并没有做出大动作的扩张 因为PPE并没有多大的增长 而我们看到比起去年的同个季度 今年他们只用了93M在扩张 而去年他们却用了390M在做扩张 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公司主要扩张的项目就是他们的LINE项目 也就是他们在印尼拥有1000吨产能的Lotte Chemical Indonesia New Italy Project 截至上个季度他们的建设进度也达到了19%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导致了他们的建设进度放缓 而且公司也在探讨更合适的时间再继续他们的建设 那么看完了他们的财务报表后 我们就来解剖他们的产品价格走势和他们的近期的原材料价格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LC Titan 的产品价格在2020年迎来下滑 但是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却突破了新高 甚至比起疫情前还高 而其中的原因就有在第一支影片提到的 美国严寒天灾 货柜短缺等等的原因 这也就导致了收入大大的提高的原因 那么成本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石脑油 NAFTA 的价格是由小幅上涨 而影响石脑油的因素将会是石油价格 也因如此 LC Titan 的盈利率也有如途中 随着产品价格的提升 从去年的第一季度的345美元一吨 上升到了如今的825美元一吨 之后我们再来看 LC Titan 他们的收入分布都来自哪一些领域和地区 从领域来看 它们的主要收入都还是来自Polyolefin Products 一共占了它们总收入的81.9% 而吃药的收入则是来自它们的Olefin and Derivative Products 一共占了它们总收入的17.9% 而如果不明白它们的产品是什么的 可以回到上一支影片了解哦 那么至于它们的地区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是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和东南亚 各占了总收入的34.4、30.5、8.7和13.5% 因此亚洲的任何经济动荡都有可能影响它们的收入 至于公司对未来的前景还是保留着谨慎的态度面对 毕竟石油价格的波动和疫情的影响不容小事 因此公司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控疫情的发展 并且继续保持强大的财务弹性和优化运营 以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 那么介绍完了化学巨人之后 这个系列的下一家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89年 并于2009年6月23日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上市的公司 它是一家拥有着世界一流化学产品生产商经销权的公司 并且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及其他地区的主要化学瓶分销商 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应该很好奇 到底他们经销的都是哪一些公司呢? 答案就是Shield, BASF, ExxonMobil和Petronas等等 可谓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 那么这一家公司到底是谁呢? 没有错,有关注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它就是Sam Camp Holding Bar 他们凭借着30多年的经验提供500种类以上的石油化产品 也服务超过7000多家来自汽车行业、油气行业、汽油行业以及农业等的客户 此外他们的股价在2021年也上升了64% 而且现在的PE也只有9倍 那么想要知道Sam Camp业务和分析的朋友们 可以在留言区打上SAM哦 然后你们觉得LC Titan在未来还是否能保持高盈利再创高峰呢? 欢迎到留言区分析您的高见哦 此外,如果你们想要听小篇我在这个化学公司系列里讲解哪一家化学公司 也能在留言区告诉小篇哦 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